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远远的屋顶上 陆红蹄站在黑暗里 看着那身影的远距 如果说对方本就是在江宁享福 要把人截去礼粮受苦 这种事情很不厚道 但生存是第一原则 看见有本领的人 或威逼利诱 或设计陷害 逼人入火 壮大自身 这样的事情 如今在各个造反的势力 或者是落草的身头都屡见不醒 无论是这边的方浪 或是梁山宋江 河北田湖 还是怀西的王庆 都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他所在的青木寨原本是太小了 但目前也已经到了可以考虑扩张的时候了 纵然如此 陆红蹄离开吕良之时 还是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 他的性格里 对于自己抱有善意者 终究还是光明磊落的一面居多 吕良如今过得是比以前好了些 但笔之江宁 依旧只是个齿康燕菜的小山沟 把人劫来 那就是害人了 太过分了 不过在下山之时 梁爷爷跟他说过了一些话 或是正面 或是旁敲侧击 他理解了那些话的意思 然后 虽然表面上并不承认 但在某些时候 午夜梦回之时 会惊异或不惊异地想起来 吕良山这边 大家过得都不好 你师父过世的早 你身边没有亲人 又顾着这个寨子 好些事情总是耽搁了 你从小聪明 跟着你师父见过世面 眼界也高 过去几年 父亲没什么好人家 爷爷也知道你瞧不上 父亲债子来提亲的 你也推了 他们确实算不得好 但女人一辈子 总得有个男人护着的 你武艺再高 也是一样 原本呢 想说你年纪大了 该找个人将就一下 当你这次下山 爷爷有件事情 想要问问你的想法 你自己也考虑一下 这几年 在山上 山下 能得你夸奖的男人 没有几个 唯有你说的 那个姓宁的书生 看得出来 虽然他很多方面 好像不着调 但你还是挺佩服他的 你 是不是 啊 爷爷想啊 你若只是直接让人过来落草入火 恐怕不太可能 但听说他乃是伤骨之家的入赘女婿 胸有这等涛裂之人 到底是为何入赘 爷爷是想不通啊 但男子汉大丈夫 总是想要建功立业的 你便可以如此劝劝他 他若真有本领 能过来 咱们山寨 为他马首是瞻又如何 另外 你若是对他有益 这些事 梁爷爷说这些事 总有点吞吞吐吐 但意思自然是明白的 你年岁大了 总得找个男人嫁 那个书生 虽然说成了亲 但毕竟是入赘 他若也有意来捋粮 货家出户 你又何妨嫁了他 这些话 他当时听了只是红了脸 不做反驳 却也未必真的上心了 一路之上 想起来也只是觉得有些荒谬 慌慌张张的又把心思收到了脑海深处 但一路难想 随着时间的过去 最令他难堪的 是这些心思就像是杂草的种子一样 挥之不去了 甚至还有些生根发芽的趋势 每每想起令他面红耳赤 便又慌慌张张地收起来 或者 并不是不可以 他的年纪 其实要比宁爷大上一两岁 一般女子到了这个年纪 已经会被人说嫁不出去 混江湖的女人也确实难有归宿 早些年 在还是少女时 在刀枪剑技 尸山雪海中来去 转眼间就已经耽搁了 师父死时也是独身 自己可能是学了他的样 但老实说 作为女子 心中渴望能有个夫君的一面 他也还是有的 如今想来 师父或许也是这样 只是被生活逼得喘不过气 又未曾遇上动心的人 这心思便被掩埋了而已 旅梁山上 附近的寨子里也有人提过几次亲 自家寨子的人不敢提 但也有旁敲侧击地问过 他都回绝了 他是个女山待望 未必还要找个山待望 自家寨子的 或许有人会让他觉得未必不能将就 但最终还是没答应 若是宁丽衡出了户 去了旅梁落了草 他想他是可以嫁的 反正年纪也大了 不是吗 好在这些年战阵厮杀 脸还没有受伤破相 样子还是能看的 他若愿意 身子便也可以给了他 想法有些突兀 令人脸红 但他一路上的心境 更多的还是平静 只是在湖州见到苏坦儿之后 一些想法就开始改变了 待到此时来到杭州 他心中便知道 这些想法没有什么可能性了 无论如何这些念头 心中是想过的 此时在屋顶上看着凝翼远去 缓缓放下的同时 那些想法的余波 也如同叶子落在水面上一般 在星湖上泛起了点点令人浅卷的涟漪 算了 别去想了吧 也不是没人有 也不是非要嫁人 在杭州保护他一阵子 好好与他合计 记下他的意见 回到李良之后 专心去弄好那个什么五年计划 只要寨子里的人过得好了 他也就开心了吧 随后的两天 宁毅开始忙碌起来了 有关人人平等之类的民主思想 如何去推广并且形成制度 目前还处于酝酿期 只要不断为思考中的刘西瓜答疑便可 忙碌的原因是刘西瓜将对付包道乙的前期工作 都扔在了他的身上 对此陈凡也好 刘天南等人也好 都相信宁毅会有这方面的才感 而宁毅本人在这个时候 也是很愿意让霸刀营跟包道乙真的兵戎相见的 如今在杭州城里 霸刀营和包道乙 乙方面都是义军礼 数得上浩的大势礼 起义军不比朝廷 高层彼此之间都是有交情的 人情大于道理 这种破坏内部平衡的事情 很多人都会出来劝阻 想要做就得有两方面的准备 第一 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霸刀营跟包道乙确实是翻脸了 没有调解的余地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这种氛围铺垫到一定程度 大家才会真正地接受这件事 如果在翻脸那天 就直接过去把人砍了 那上层的人绝对是接受不了的 不分青红皂白 不跟大家商量 没有默契就杀包道乙这种大远 那不是私人恩怨 简直就是要造反夺权的气势了 这一点无非是各种找茬 交给刘天南杜沙等人就行 第二点才是最重要的 你非得杀包道乙 我也许可以接受 但不能在干掉包道乙之后 城里就乱掉了 他的生意要有人能接 缺口得有人能补上 他的手下得有人能安抚 只有满足这第二点 刘西瓜干掉包道乙之后 才有可能不引起太大的反弹 也只有满足这点 刘西瓜才可能下决心动手 因此这件事才是更为务实的 调查包道乙手下的情况 调查他负责的各种生意 手上的各种权利 大大小小的每一项 都要考虑安排人准备接受 调查他手下有多少人可以分化 可以拉拢 有多少铁杆 死的 多少人可以说服多少人需要控制 每一项都得有一个预案 这些预案可以不必完全可行 但至少大部分都要行之有效 才能保证将来局势不至于崩盘 也才能让人感觉到 把刀营在干掉包道乙之后 是不会引起太大波澜的 这样其他正在权衡观望的势力 就只需要考虑自己对包道乙的好恶了 以往若是要做类似的事情 上层只会向下属发布一个个笼统的命令 最后事态的发展也缺乏可控性 但这一次 八刀营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 在接到刘西瓜的指令之后 仅仅是半天的时间 宁已就在八刀营中集结人手 组成了一个战略小组 对每一项工作怎么去做 怎么分工 需要了解什么情报等等 都开始做出分析和整理 这些事情不需要刘天南 杜沙这样的高手去做 八刀营内部的包打厅就可以胜振 对于包道乙那边的情况 八刀营原本就有不少了解 即便不了解的 让人出去打听一下 当天就会有结果 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机密 例如谁管盐 谁管兵器 谁管这一帮会儿会儿负责收保护费 所有与稳定有关的信息 都要开始搜集 归档 然后筛选附近有关系的人 谁能在战后补上空缺 稳住局面 有想法的做预案 有问题的立刻拿出来讨论 在古童冠中 被救下来的女子只是社会底层 用她们做文章 没有什么大的意义 窃提发挥煽动舆论 作用也有限 不过书院中的一帮孩子 却是很大的异股助力 他们的家人都是方辣军中的中层 有的人亲近霸刀营 有的则相对疏远 在第一天里 宁毅就对他们做出了分类 并且写下书信 找了人过去与这些家长联系 说得倒也简单 你家孩子与包道椅有了过去 我们也不要求你做得太多 只是若有一天双方翻了脸 希望你能站在我们这边 接收包道椅在某处的地盘 一件件小事 讨论执行 整理归档 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整个规模就会变得可怕了 流水作业的模式 机械化的程序 这是宁毅来到这个时代之后 第一次真正在务实上运筹帷幄 他被抓到杭州之后 形势比人强 有利无处时 到的此时 他才终于找到机会 按动手中的巨大杠杆 开始搅动风雨 这时候的武朝 不是没有手上管许多账 还能紧紧有条的干练师爷 不是没有能梳理好 千头万绪的务实官员 然而要将夺权 这样一个有机问题 细分到这个程度 手下组织十几 数十 甚至扩展到上百个人 让他们每一个都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 让他们拥有这么高的效率 多现并行的 恐怕就不会有第二个人 在这样的问题上 无论是刘西瓜 还是刘天南 甚至是远在京城的务实派秦思云 一时间恐怕也只能将其中一条线 或者几条线作为重点来处理 其余的便只能忽略了 如同蜘蛛一般 他在霸刀营中吐出了丝 急着一个个人之间的联系 迅速地扩张出去 几天的时间内 在整个杭州城里 结成了一张巨网 持续扩散开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坠序》 第291章 《坠序》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作诗今生还半生叹 相逢 相牵 去而复返 愁愿做姻愿